第十字幕 李宗盛 你又买锅干嘛夹了那么多 这不是普通的锅 这个是铁锅 铁锅很了不起吗 铁锅 美文化真可怕 铁锅可以补铁 照着这么说 它铜锅能补铁啊 有点道理 你缺铜吗 要不我去买一个铜锅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铁锅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有 有很多人表示用铁锅可以补铁 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怀疑 铁锅的铁是否真的可以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在展开今期节目调查之前 同样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有掌问答 本期的问题就是用铁锅炒菜可不可以补铁 A 可以 B 微乎其微 好了 下面的时间 立刻展开我们今天的调查 铁锅是中国人烹饪食物的传统厨具 一般是没有其他化合物质 不会氧化 从不得到了大家的青睐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大家认为铁锅炒菜可以补铁 那难道每个中国人都是缺铁 需要时刻去补铁 铁对我们人体究竟起来什么作用呢 铁实际上是我们血细胞 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说是 红细胞的一个主要成分 在人体合成红细胞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有铁这个成分参与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这个红细胞合成将会失败 或者是说在切铁的情况下 它会比正常的细胞会变得更小一些 那么这种小的红细胞的话 意味着它运送氧或运送其他氧灰的功能 都会下降 那么如果是切铁 就叫做我们常规叫做切铁性的品学 原来铁元素有着造血 以及促进人体生长的一个作用 那么既然作用这么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缺铁呢 缺铁特别是对于人妇来说 又有什么危害呢 看这个人的话 如果出现一个面色苍白 翻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它的内膜的时候也是很苍白的情况下来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 它是一个贫血的一个症状 抽血的时候 直接可以测停它的血红蛋白的含量 如果是应付出现贫血的话 那么它自身运送氧 和养分的能力下降 而且还有一个危险呢 它就是说通过胎盘 通过脐带 运送到小孩所需要的这个养分 和它的氧气的量都会下降 那么这样的话不单只影响到母亲本身的身体状况 还会影响到胎儿的身体发育 通过了我们的调查 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缺帖的话 就会造成血红蛋白核性障碍 很容易就会引起缺帖性贫血 令到我们的体质变得虚弱 皮肤瘡白 容易疲劳和头云等等 而对于女性而言 由于月经的原因 缺帖就更加之多了 很容易就会造成贫血 缺帖对于我们的健康 尤其是女性朋友的健康 尤为重要 所以补铁也是很重要的 到底熔铁和炒菜 可不可以补铁呢 我们还是要用实验术 我现在就来到了中科院 广州化学研究所 大家看到了 我手上有两碟白菜 待会我会把其中一碟白菜煮熟 而另一碟就不煮 煮熟了之后 我就会把这两碟白菜 同时送到专业的检测园 检查他们的贴行量 分别是多少 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白菜煮熟 随后调查员亲自切了一盘白菜 然后用铁锅将白菜炒熟 不过看其其炒菜的样子 我想她家里也没什么煮熟 那我现在就会将两碟白菜 送到旁边的食盐室掌盘检查 哈喽,多亚先生 师姨好 今天我要麻烦您了 因为今天我就送来两碟 不一样的白菜过来 这一碟就是生的 这一碟就是熟的 这一碟就是熟的 就帮我们检测一下 这两碟白菜它的铁涵 让分别是多少 好,谢谢 那多久下给有结果 五个 五个工作一样 那我五天就再过来吧 好,麻烦您了 谢谢老师 这个让我们的黑菜 好,来 之后 卢老师先将白菜切碎取養 等酱点加热 后 将酱点放到高温的电液锅中断烧 最后将断烧过后 用水过滤的白菜水溶液 接入到专业的铁成分检测系统 通过检测 未炒过的白菜里的铁含量 是0.51毫克每100克 用铁锅炒过的白菜铁含量 是0.52毫克每100克 通过了检测我们可以知道 用铁锅炒菜 无论是蔬菜还是肉 铁含量的确是会升高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铁锅的铁由于是炒菜的时候 锅铲和铁锅双弯摸菜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部分的铁 进入到菜里面 这样进入菜里面的铁 又可不可以直接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呢 铁锅炒菜的这种过程之中 它融出来的铁 是我们身体里面是可以吸收的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切铁性瓶血的 其他补充的一个途径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点 这种容出量是很少的 如果单纯靠这个来补充我们的铁的需要 那是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所以呢它是可以利用 但是它主要是量太低 而达不到我们的那个利用量的问题 所以铁锅里面的铁是很难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的 那就算这个转换率是很低的 那够不够我们一天的吸收量呢 人大概每日是需要吸收多少铁呢 大概是12到15个毫克 那么运输的话一般可以达到15个毫克的需要量 每天单纯从铁锅里面能融出的铁的含量的话 跟我们人体的需要量 那么每天12毫克到15毫克的量来说 它是远远达不到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 既然铁锅是不能通过炒菜的方式来补铁 我们又可以从哪些地方补铁呢 那么我们最常见的红肉类的食物是可以补铁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猪肉 我们用牛肉 甚至动物血 那么这一部分的食物成分里面含铁量是非常高的 那么植物里面实际上也含铁量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菠菜 或者是说深色的绿叶的蔬菜 那么它的含铁量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就注意到一点 从动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相比较来说 那么植物性的食物的铁的利用力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是有出现性质体性贫铁的状况的话 我们首先是用动物性食物来补铁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只要我们做到不减食 合理搭配 食物丰富的话 就可以保证铁的涉入量 而对于女性朋友 如果是生理期的时候 不妨可以多吃些红组 又或者是狗脊类的食物 以补充身体当中所需要的铁衡量 这怎么可以做饭了呀 可以呀 小菜一点 这锅里的东西是什么 这不锈吗 这还能吃吗 其实不单止是情景剧当中的女主人公会担心铁收对我们身体有危害的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所担心的 铁收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有危害呢 如果是的话 又会有哪些的危害呢 就是说从普通的铁变成铁锈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铁离子 它已经由二架的离子变成三架的离子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三架的离子我们身体是不利用的 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基本上来说 它是一个不利用的一个状态存在 因为我们所说的铁锈这个东西 本身我们身体不吸收 所以它对我们身体的损害也就说不定太大 它只是在摄入的时候过场道排出来 所以它对身体的损害不会太大 但是它没有利用力 所以铁锈一方面是不能够被身体吸收 从而不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铁 但另一方面 正是不可以被身体吸收 所以都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为了卫生 在我们使用铁锅的时候 都可以把铁锅拆干净比较好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 我家的路上我心不自尽上 你怎么又买了一个锅了 上那锅都生气我 我买了一个铝合金的 要不选你最喜欢的那个时候 铝合金 你怎么会有不锈钢的 不锈钢就好 确实我都觉得很好奇 在市面上有着各种不同的锅 有铁锅、不锈钢、合金锅等等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选择这些锅呢 如果用铁锅来补铁 这种效果是非常差的 选择锅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在意补充我们的营养素 就是我们对它的质量的要求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求 所以对于营养的角度来说 选择哪一种可能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所以从身体机能需要来说 目前市场上面的铁锅都好 合金锅都好 其他材质的锅都好 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老公吃饭了 先吃菜 吃菜 你是应该上秋葵了吗 没有啊 那你这个菜对了 我上网看到啊 他说秋葵啊 这个可以酱水糖 功能可大 对你身体可好啊 没有酱水糖 上次他说比较酱水糖 也没用啊 嗯 那个 哈喽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生活调查团 我是琪琪 对于秋葵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 在我们广东就比较常见 不单止有股市对于秋葵的赞美 清清圆中葵 朝露代日禧这样的赞美之词 而且呢 在网上呢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说到 秋葵不单止可以吃 而且还可以降血糖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秋葵 原本是一种平常的食物 但是网友就表示 秋葵有降血压 保肾壮阳 美容 维生素质 含量膏等一系列的作用 这样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有不少网友都表示说到 秋葵可以降血糖 那其实秋葵本身的含糖量又是多少呢 那为了调查清楚这些问题呢 我们首先就来到了广州大学食品分析实验室 这里首先来检测一下秋葵的糖含量是多少 同时为了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对比作用呢 我们都会检测一下这些普通白菜的糖含量是多少 哎 陈老师您好 今天又要麻烦您了 您看我今天呢就带了这个秋葵还有白菜 麻烦您就是点验一下它的糖成分分别是多少 我们主要是要用到一些化学里面最常用的低定的方法 大概到时候消耗的湿剂的含量 糖的这个样品的加入量 就可以大概知道它这个秋葵和白菜里面糖的含量了 哈喽 陈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检测结果怎么样了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检测出来了 对 我们通过这刚才的实验测定呢 这个白菜中的糖含量是大概在3.5%左右 秋葵呢我们糖含量大概是在6.3%左右 那也就是秋葵当中的糖含量要比白菜当中的糖含量高一 对 秋葵当中所含的糖含量 就是会不会超出我们人每天就必须摄入的糖含量呢 不会不会 因为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植物里面 都含有一定的糖分 而且这些糖分并不是所有糖分都会被我们所吸收 从数据上面我们可以知道 秋葵当中的糖含量和白菜当中的糖含量呢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值来的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秋葵当中的糖含量比较低就可以降血糖呢 秋葵里面呢它只要是进入几个月以后 它也就是我们的血糖 吃食物的时候 那么只要它的含量量高 就对我们的血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大 秋葵的含量量不是很高 它涉入这个过程中 它对我们的血糖的波动性影响很小 但是呢它不是降血糖 所以说呢秋葵可以降低血糖 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以由于秋葵既不含胰岛素 而且都没有证据 它可以刺激移到分泌更多胰岛素 因此说秋葵可以降血压 只是摸落全面的而已 那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秋葵呢 不能处待药物来降血糖的 不过最近呢有网友还表示说到 秋葵当中的卫生素丝含量很高 那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吃多些秋葵 就可以促进人体对铁的吸收了 卫生素丝 高等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少数的生物必须的营养素 可以促进人体对铁的吸收 缺乏维生素丝会造成刮血病 那么秋葵的维生素丝有多高呢 为了知道这个问题 调查局带着秋葵和白菜 来到了检测机构 那很多网友都说到秋葵当中的 维生素丝含量很高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我今天就来到了最近获得 广州公益创投行目的每周一件 这里那我会将手上的这两种蔬菜 交给专业的检测人员 检测一下他们 尤其的维生素丝含量到底有多少 那当然啦 其中这个白菜就用来做具备用的 那现在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今天要帮我们做检测的 专业检测人员刘老师了 你好 今天我们想检测一下 这个秋葵和白菜的维生素丝 含量是多少 这个白菜就是用作对比用的 一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马上来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每100克的秋葵里面含有45毫克的维生素丝 每100克的大白菜里面含有47毫克的维生素丝 通过了我们的检测我们可以知道 秋葵当中的维生素丝含量 和普通大白菜当中的维生素丝含量 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这个秋葵当中的维生素丝含量 和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丝含量相比 是高了还是低了 实际上来说秋葵的维生素C来说 它的含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秋葵和白菜来比较 那么它相差也不是很大 实际上来说白菜在蔬菜类 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菠菜 比如说我们的菜心 这一类的蔬菜的话 维生素C的含量都会比白菜更多 那么也就是说 它不会比秋葵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更差 所以从维生素C这个角度来说 秋葵在蔬菜之中并不是很特别的一个食物 也谈不到它的维生素C的含量 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所以说秋葵当中维生素C含量很高 都只不过是一个全然来的 那么如果你说当蔬菜来吃的话 就是一种美食 那么如果单是从维生素C这方面来讲的话 似乎就没什么优势了 你又在干嘛呢 美容啊 其实前的话 什么都没有 这可不是普通的水 这是秋葵金黄水 这么好 不要 秋葵精华水 听起来好像挺不错的 不过这个秋葵精华水 就不是好像市面上买的那些 经过加工或者提廉的精油 而是我们自己将秋葵用水浸泡过之后的水溶液 有网友就表示说到 这些水溶液有美容的功效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用秋葵的粘液来处理这个座窗 实际上来说 这种方法的风险 可能比我们吃秋葵风险更大 这种粘液里面 它会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分子 如果是有人对这个粘液过敏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处理座窗 不但是起不到治疗 或者是缩短座窗发生的一个作用 它可能会堵塞我们的毛孔 也就是说 使这种座窗的一个排除方式 会受到症状 受到妥碍 可能会加重做成的一个表现 所以秋葵的美容效果都不是那么显著的 根本对于贪美的女性来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用美容产品 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之外 有没有一些天然的物质 对皮肤是有效果的呢 如果是用一些植物性的一种份 那么比如说黄瓜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吸收我们皮肤的一部分的油脂 使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加转性 然后让我们的毛孔的通透性 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 那么它可能对改善我们的座窗 会有所帮助 生活中一些绿色的植物 对我们皮肤有着一定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平时饮食当中 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做窗的产生实际上是人体内激素改变后 出现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们食物是一般来说 对于改善做窗的状态 是没有根治作用的 皮肤的油脂类的分泌增加 会加重做窗的表现 那么这种情况下 是希望改善皮肤的感双性 而不是说直接针对做窗的作用 那么这个甘性改变这个过程之中 会使做窗的恢复时间和缩短 让它恢复得更快一些 所以有做窗两天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大家吃清淡一些 不要吃得太油或者是太甜的食物 因此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 对于皮肤比较油腻的人来说 最好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了 而且需要保持食物的均衡适入 老公我去买菜了 老公你买菜了 秋葵 你不乖是说的吗 我地上查了 秋葵是保肾壮阳 蛤 还不是这样的 快去快去 最近吃了吗 你懂的 调皮 唉 看来这个秋葵的故事 真是认真多 有人说它可以美容 有人说它可以降血痛 现在甚至有人说它可以保肾壮阳 那么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单从它的营养成分上来说 它没有很特别的 它跟我们普通的蔬菜的含量 不管是从微生素还是从矿物质的含量 它都没有很特别的一个标准 所以如果说秋葵 仅因为营养成分的含量变化能不胜 那就可以看到一点所有的蔬菜 将至于秋葵的含量化都可以补生 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秋葵在补生里面特别的优势 我们只能说一点从秋葵的营养成分上来说 它没有既有补生的一个效用 也不可能既有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想单单用一个秋葵 就想说保肾壮阳是不可能的 广传秋葵可以保肾壮阳 只是一个流言而已 而且好像秋葵的其他功能 美容各个圈压都是夸大了秋葵的作用 而之前调查的铁锅可不可以补贴的问题 也只是我们多年流传的一个说法而已 铁锅的铁锅一方面很少融入到蔬菜里面 另一方面就算融入到蔬菜里面 也很难被人体吸收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一共为大家调查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就是用铁锅炒菜到底可不可以补贴的问题 实验证明想用铁锅炒菜来补贴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很难被吸收 而另一方面铁的含量实在是太低了 而对于秋葵可以美容、放血糖和保肾壮阳的这种说法 经过了我们的调查 我们可以知道 只不过网友夸大了秋葵的功能 如果对于美食来说还是OK的 好了 今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最后要提醒大家 记得参与我们的有掌问答 今期节目就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